好忙喔 翻面翻面 把它 翻炒一下翻炒一下 Y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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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來到AZO的頻道 三級警戒已經來到快要兩個月了吧 現在那個外帶的東西啊 我覺得現在慢慢有開始 調回來 變得 變貴 因為剛開始可能外帶 他們都有些促銷 可能七折八折 你就可以用外帶的方式 把便當帶回家 可是現在外送平台呢 可能 200塊台的免運費外送啊 或者是外送費呢 就30塊到50塊不等 所以我覺得這幾個月 花在吃上面 花非常非常多錢 所以呢我就想說 可不可以自己在家裡住 可是有些人在家裡沒有廚房 那我們可以怎麼做呢 所以我這次呢 就去做了一下功課 找到幾樣不錯的東西 可以分享給各位 然後這次也是要來試做看看 這也是我第一次使用這個東西 我這禮拜五呢 就請了一天特休 然後跑去好市多採買 太久沒有逛賣場 所以去買東西的時候 真的是有一種 感覺真的是非常非常 紓壓的感覺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當天的影片 好喔我們現在到了 好市多了 現在人還是超級多耶 什麼一回事 好啦是有比那個 假日的時候少一些 但人還是很多啊 這次還有帶這個 酒精 就是需要的時候還是要噴一下這樣 還是要小心 那我們這一次呢 就是來採買一下 補一下貨 因為真的太久沒出來賣場買東西了 拿人子 先噴一下 我每次來好市多都一定會來這個地方看一下 就是這邊的一些珠寶 非常金金的耶 平常真的是不太會看這個 所以每次來這邊都會瞄一下這樣 很亮 氣炸鍋才1599耶 好像可以買一個耶 該不該買咧 想一下 買了第一樣 氣炸鍋 它叫做 數位氣炸鍋 到時候回去可以試一下 現在人的確是有比我們之前來的時候人還要再少一點點 然後他也會一直宣導說要戴好口罩 然後要注意 保持安全距離 所以 應該是沒什麼問題的 逛起來還算 輕優一點 不過因為今天是平日我要把我的休假修完 就盡量離風的時候來 我們才 把一樓逛完就已經買了 這麼多東西了 還買了一個玫瑰花 這超漂亮的吧 超級漂亮 真的是很漂亮 放著 感覺心情也會很好 買到這個了 終於找到了 然後今天 這個區域人有點多 所以我們 買一買快點走 好我們現在回家 OK歡迎回來 剛剛應該大家都看到我們買了什麼吧 我們買了 好市多的 這個超級超級便宜的 氣炸鍋 這個真的超級便宜 一個電鍋都要2000多3000多 我一直以為 氣炸鍋都是要破萬 沒想到 非常適合租屋主 其實我看了一些比較啦 這個呢 真的是質感上差了一點 就沒有像其他那種 六七千塊菲利浦的那種 質感這麼好 可是呢如果你是租屋主 不一定會一直長期長期 非常頻繁在使用的話 我覺得這個應該算是蠻好的解決方案 因為 它第一它不貴 第二就是你用壞了 應該也不會太心痛 OK那我們現在就來開箱 那我們這一次呢就是來 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氣炸鍋可以做什麼料理 應該也只會有一個啦 好我拿下來好了 超級大 其實蠻大的耶 還有附這個食譜 它就有教大家怎麼使用這個 可以做哪些料理 欸看起來很多都很好吃耶 然後主食有些什麼牛肉卷啊 丸子 豬肋條 鮭魚 因為我平常沒有在做菜 所以等待我廚藝進步到一個程度之後 我們再來挑戰這些高難度的料理 那我們今天呢 非常簡單 非常簡單 我們今天 只要把薯條炸好就好 會不會很弱 它應該就是把它戳起來 然後裡面 有這個 可以把食物放在上面然後讓它油滴下來 然後它有附一個這個 蒸籠類的東西 就是你要講到蒸包子之類 我亂講我亂講的 這應該是做一些烘焙用的吧 我再猜 我今天呢就是走一個 單身族在家裡 該如何自己製作好吃的薯條 其實就是在巷口買一買就好 但就是硬要自己做 好我去把這洗一下 OK我上來把它洗過了 看一下裡面 好它就是一些 熱熱的線圈啊 然後有風扇 好我們現在把它打開 好麵板看起來還蠻漂亮的 然後它這邊有分 像有什麼 氣炸 薯條 培根 雞翅海鮮 蔬菜 烘焙 這些 不同的按鈕 我們非常簡單就是用這個 薯條的部分 然後我們買這個薯條呢 它是龍鳳的薯條 在全聯買的 我覺得好是說那個薯條 太大一包了 我覺得 一定會吃不完 所以 吃一吃可能就不會想吃 這樣就會造成食物的浪費 那我們就是買一些小包的 然後它的產地是 是比利薯 然後我們不要多 我們不要多 我們就一點點就好 倒進去 不用多 不用多 可是因為我真的是有點冷凍 不要太多 不要太多 一個人吃差不多 這樣應該夠吧 好 我們把它塞進去 OK 這會不會很危險啊 離人那麼近 然後我們先按薯條的部分 200度C 15分鐘 好 它開始有點聲音 暫時的 不要動它 不要動它 然後 我們進行下一樣 很驚訝吧 還有下一樣喔 下一樣非常非常高剛 非常非常高剛 假設呢 有些人在家裡 想要吃燒肉怎麼辦 好想要吃燒肉 好想吃烤肉喔 怎麼辦呢 卡士爐 卡士爐大家都有嘛 在家裡很多人都有這個卡士爐 操作非常簡便然後有瓦斯 但真的在家裡要小心它使用 然後可以搭配這個烤盤 登登 這個 烤盤 欸這個荒謬會不會很荒謬啊 我覺得這部影片出來一定會超級荒謬 不知道在幹嘛 喔 喔 放上去 開火 我把它鑽小一點 如果你們租屋處呢 不讓你們開火的話 就盡量不要用這種開火 就用電鍋 或是用這種 氣大鍋就好了 我平常沒有在做這些東西 所以我現在 其實非常非常的緊張 然後我們可以加一點奶油在上面 就用一點奶油 然後讓這個整個 烤盤呢 非常的 香 超香 那我們現在來烤這個肉 然後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肉呢 是在好市多買的 韓式牛肉 韓式拌牛肉 它都已經幫你拌好 所以你就非常非常簡便 就是把它丟上去 雖然我昨天已經試多過一次 我現在還是很緊張 因為我真的是不太會做這種東西 哇 好香喔 喔 好香喔 有沒有聞到 這整個烤的 非常非常的香喔 喔 有點 小椒了 欸 超香的耶 好啦 這是透露的一種 我不會煮菜的感覺 好了 我覺得烤到這樣也差不多了 看起來不錯 太荒謬了 這畫面太荒謬了 我對魚的火火 掌控度沒有那麼好 所以我現在就是 開小火然後慢慢的 去烤它 從此以後開啟了一個 新的思路啊 就是開始 瘋狂的做一些料理 我看到大家在做料理的時候 擺盤都會非常非常漂亮 然後我們今天呢 也不煌多辣 就是一定要做一些 漂亮的擺盤 欸 其實做料理 非常非常困難耶 你那個時間的掌握度跟 肉的熟度啊 然後你還要在這邊講話 那肉怎麼擺會比較好看 然後烤肉呢 當你這邊有出一點水的時候呢 再把它翻過來 再烤個8秒鐘就可以了 幹嘛它要我幹嘛 喔 Food Turn 直接拿嗎 請問直接拿嗎 然後它要你翻面 然後 翻面翻面 把它 翻炒一下翻炒一下 欸看起來不錯耶 現在看起來 很棒啊 好 我們繼續 喔它就會繼續倒數計時 7分鐘倒數計時 欸我的肉 太難了太難了 老羅好累 這一集到底是為什麼呢 到底在追求什麼 好不好 好啦我覺得這個肉呢就是這樣 我們就是把它烤到 沒有紅紅的我覺得就OK了 牛肉它都把你醃製好了 所以你也不用在那邊 戳它照顧它 你看這個肉 喔 香香香 然後重點是呢 我們必須要擺盤要擺跑 我們這個肉呢追求的就是什麼 一層一層堆疊上去的肉 時間沒有抓好 時間沒有抓好好不好 肉其實非常快 大概只需要 1分鐘就可以烤完了 我們的薯條還要5分鐘 時間 真的還不太會抓 它叫了它叫了它叫了 它叫了 好了好了 好不好 有寫endeendeende 就是結束的意思 那我們現在 就可以來看我們的薯條了 這時候 是不是應該 跳個五 把它打開囉 哦 喔~~ 喔~~ 欸很漂亮 它雖然沒有到很均勻啦 不過呢我覺得它有模有樣喔 有模有樣 對於第一次來做這個料理的人來說呢 這已經算是非常非常的有模有樣了好不好 然後我們現在呢 欸這很燙的要小心 我跟你講在家裡做料理呢 一定要非常小心喔 擺盤很重要 好我們的擺盤看起來還不錯吧 不過呢 感覺它有點弱 我們要加一點更多的顏色 來去點綴它 好那我們再炒一個空心菜 我們再追加一道菜好不好 然後我們就把這個蒜末呢蒜頭 放上去 把這個蒜末 因為我們上面已經有點油了 所以我們不太需要放太多 我們就把這個放上去 喔 太有聲音了 然後呢就可以放上去了對不對 放上去 超級香啦 喔 好啦我不要一直做太多 因為我們是做一人份 欸好香 香到不行 翻炒它 然後我們再加一點小鹽巴 欸其實應該是要先加鹽巴 我媽有多 鹽巴會讓它的那個油的肺點啊 更高一點 我們就這樣翻炒它 我覺得那些很會料理的人 應該會搖頭吧 他說這個人到底在幹嘛 不過也有可能會得到一些稱讚啦 反正東西就是這樣好 我媽就有跟我講 想要東西煮熟就可以吃了 我媽應該會看 好我們就稍微這樣把它拌炒一下 不用炒太軟齁 因為我覺得青菜就是要脆 脆才好吃 喔 非常香耶 原來以前做料理都是這樣做的 有那種熱炒店的感覺喔 哈哈哈哈哈 欸我覺得做料理其實蠻好玩的啦 然後我們再把它 放上去我們的擺盤上面 可是我覺得這還是在廚房做好 因為這個油煙可能那個 你家裡都是那個味道 不過我們就拍影片嘛 之後就是在廚房裡面做 好我覺得差不多了 我覺得差不多了 先關火先關火 好吃的秘密就在於 有用這個牛油 然後我們一樣要做 非常漂亮的擺盤 我們空青菜的部分已經擺得差不多了 然後我們再擺一些薯條 我們的薯條炸得非常非常好看 簡直就是 我們的料理做完了 非常混亂的一個局面 好我們來給大家看一下我們的料理 我們這一邊呢 是非常中式的一個炒青菜的部分 然後搭配呢非常韓式的牛肉 然後再搭配美式的薯條 波浪薯條 這就是一個混搭的風格 希望大家會喜歡 我們等一下來為大家試吃一下 好然後我們再加一點白胡椒做調味 就不要這樣子打 做一些調味這樣 好 我覺得我們這次到料理做得非常非常的完美 真的是這個東西最好是在廚房做就好 那是因為我們今天要拍影片 所以我們就拉到這邊來做 好我們先來試吃一下我們 好市多買的氣炸鍋 1500多塊的氣炸鍋 炸出來的薯條怎麼樣 很脆 但沒什麼味道 我們加一點黑胡椒好了 因為吃下來沒什麼味道 這個呢就是在那個 應該是披薩店吃炸雞配的 我只能說 它是很乾的薯條 它不油它不油膩然後很酥脆 裡面是軟的 看外面很清黃清黃酥脆酥脆的 這薯條我覺得我有八分喔 因為是我做的 跟油炸感又有點不太一樣 然後它是不油膩的薯條 我覺得非常非常好吃 應該是蠻健康的啦 因為我都沒有加油 然後有些人建議可以噴一些 酪梨油在上面 整個呢味道會更好 為了在好市多買到那個酪梨油 可是想說我今天先試試看 不要加油會怎麼樣 我覺得實際上也是蠻好吃的 然後接下來呢試試看這個牛肉的骨粉 這真的好吃 這真的好吃 嗯非常非常的軟 它的調味調得非常好 然後裡面有些胡椒 有一點點鹹 適合配飯 整體來講 我會給8點5分 再看看我就是 零食起義 炒的青菜 聽起來說這顏色太少了 需要一點東西來搭配 這青菜 很水而且很脆耶 我真的太會炒青菜了 這青菜好好吃喔 我覺得這青菜 完全有外面賣的那個水準 喝太浮誇 好 一個人在家吃的真的這樣非常享受 而且 我們這個料都可以自己控制 像這個肉啊青菜啊 我們都是去一人份 好那我們這次的影片呢 就這樣結束啦 如果你是一個人的話 在家裡做做一些料理 我覺得還是蠻不錯的 然後像這個的話 斟酌考慮 我覺得這個氣炸國之後 還可以做更多的料理 不過我之後 有機會有靈感 再做更多的料理給大家看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結束啦 如果喜歡瓶花姐 還可以喜歡 那如果你的朋友呢 也是在家裡居家防疫 想要做做一些料理 不想要由你一直吃外帶的便當 不想要一直吃外食 想在家裡自己做料理的話呢 也可以考慮一下這台機器 雖然它沒有很貴 但是基本的食材呢 都是可以去做料理的 假設你只是偶爾會拿出來使用 或者是你一個人在家裡 不會追求 非常追求食物的極致的話 我覺得這台呢 算是非常非常推薦給各位的 那記得訂閱我的頻道喔 掰掰 啦